哀口气杀了42个人 却比不上邪教教主万分之一的残忍 周楚楚三害这部电影里 邪教教主尊者最让人细思极恐的行为 不是下毒让你吐黑水 也不是把你的钱全部烧掉 而是没出你的结婚戒指 甚至你奶奶留给你的遗物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人一旦付出巨大的沉默成本 哪怕发现自己的信仰是错的 也没有回头路了 影响力这本书的作者 就曾经讲过一个关于末日正言的故事 有个芝加哥的邪教教主曾经预言 未来会有一场特大洪水淹没整个地球 而信仰本教的人呢 就会有外星飞碟来研究 于是这个邪教的信徒 不顾家人反对 辞掉工作丢弃财产 放弃一切就准备着登船 然而到了预言的这一天 飞碟并没有来 也根本没有发生特大洪水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以为 这个邪教会不共自破 信徒们也会迷途吃反对不对 然而并没有 他们反而捏造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说因为我们的虔诚感动了神灵 所以拯救了整个世界 听起来很荒诞对不对 但是所有教徒都信了 因为这些教徒们为了这个信仰 已经放弃了全部 如果连这个信仰都破灭的话 他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随着而来的经济压力 别人的嘲笑 自己的耻辱感等等 都会无法承受 所以他们不能不信 再说回这部电影 在陈桂林揭穿这个尊者的真实面目 告诉大家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圈套的时候 那些信徒还是会一边听着圣歌 一边安详地赴死 因为让他们从舒适圈里走出来 真的太痛苦了 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 只能选择扭曲自己 所以啊 一步错不步错 对咱们普通人来说 面对无法判断真伪的事情 一定要保持谨慎的心态 避免掉入这些洗脑的套路 也不要完全相信周围人的反应 任何时候都记得 小红书